朋友大家好,我是林露 本期视频我们来看一下 西甲第二三轮 黄马队准奥萨苏纳 最后一个进球分析 比赛第92分钟 维尼修斯将球交给中路的莫德里奇 注意看,对方后摇已经前来补防这一点 这时候对方中尉 注意力更应该放在迅速潛压的维尼修斯和巴尔维德身上 一旦让二人突破这一点 其身后就是大片的防守空位 当我们看,巴尔维德非常聪明地观察到 中尉的注意力在莫迪身上 这时候我们再看 防守队员已经完全漏防 而对方的另一门中尉 只能迅速前来补防巴尔维德这一点 那么其身后的约维奇就被完全的防空 而之后巴尔维德成熟的处理 确实不想21岁 冷静挑战给约维奇最终完成进球 这次进球巴尔维德从观察对手 再到前插跑动 再到接球后的冷静挑战 都尽显其年轻的天赋 感谢用户ShadowTao 对本期视频素材的建议 有想看的内容分析 欢迎在评论器里向林露留言 喜欢的话还希望三连支持一下